你先把我隔离了 然后你不能保证能够把我治好 千帆 你现在有病 有病就得治 你不能 你能不能别再说 就是一个连未绝都没有人 能不能想要我死啊 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懂不懂得换卫斯卡 你别管我 你哪见他这个人就是有病 隔离要多久 这要看你在被隔离之后 病情的发展情况来定 就算是排除了过敏 也要在无尘无菌的环境下 再做其他变量分析 排除一些可能性 时间 至少半年 隔离半年 你能把我治好 这半年 只是观察机 徐兵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这半年要做什么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我要让玉轩拿到米其妊三星认证 我要破我自己的最快记录 你现在把我隔离了 然后你不能保证能够把我治好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千帆 你现在有病 有病就得治 你不能 你能不能别再说 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多糟 就是一个连味觉都没有人 那么想要我死 死也没比这个可怕 走了 还要是 杉珊 让你回来了 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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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两片店呢 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还没做完 因为 前面的那几个菜 有点 这么长时间你到底在做什么 不是 那我不是得稀稀地品尝吗 你是不是还要解释 那我得一个个试呀我 江先生 于轩来的电话 说有位林峰先生 去餐厅找林小姐了 让你去我叔叔 叔叔 可颂啊 可算听着你声音了 你这怎么回事啊 手机一直关机 我要再找不着你啊 我都要报警了 你急死我了 你还好吗 没 没什么事 我就是前两天 手机坏了 你爸妈联系不上你 她比我还着急呢 我只能说啊 你被我拍了这个进货了 那个地儿啊信号不好 你赶紧回来 给你爸妈回个电话 要视频啊知道吗 行了行了 叔叔 你别说 我 江先生 我马上就把这个写完 写完之后我能出去一下吗 不行 我不是出去玩的 我就去趟我叔叔家 我得给我爸妈打个视频 我说的不行 我求求您了 我爸妈找不到我 他们真的不想 你是不是还要我 再说一遍 怎么了 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没有父母是不是 你懂不懂得换为斯卡 什么 你别管我 你哪见 他这个人就是有病 你别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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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我 你别管我 别管我 你别管我 我就会儿子